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抗辩权的知识点 什么叫做抗辩权 指的是合理对抗对方请求的理由 比如说房屋租给你租了一年 没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想把你撵走 可不可以呢 正常来讲是不可以的 对吧 这就是一种合理的对抗对方请求的权利 那这个知识点向下 我们介绍的是双五合同中的抗辩权 这里分三种 第一种叫同时履行抗辩权 为什么叫同时履行抗辩权呢 就是履行义务没有先后的顺序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就是同时履行抗辩权 那在这样抗辩权里呢 双方都可以行使 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 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 有权拒绝他的对方的旅行的要求 一方在对方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时候 也可以拒绝相应的旅行要求 这样的表述大家不用去背 只需要去理解就可以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货 第二种方式叫先履行抗辩权 这叫做什么呢 在先一方不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这个词说的实话 我总觉得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的内涵之间 有点拧巴的意思 对吧 我一般说先履行抗辩权 是不是应该是在先一方的抗辩权呢 我们这里讲的是在先一方不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所以它是在后一履行义务的一方 可以行使的权利 在先一方如果没履行的 或没全面履行的 在后一方可以拒绝 比如说先付款再发货 你的款不付过来 我就不给你发货 第三种叫做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呢 它就是在先一方可以合理的暂停履行的情形 那么在履行有先后顺序的时候 在先一方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行使的这种权利 也就是说 它的内心陷入一种深深的不安 这些一方本来我应该是先打款给你的 可是可能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 导致什么 我现在不敢给你打了 比如说在这里面 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的情形之一的 就可以终止旅行 这就是不安抗辩权 第一 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已经有不少的新闻爆出来了 它已经陷入到了停工停产的状态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再把款打给你 打给你你也不能继续生产 我这个钱不是肉包子打鼓吗 第二种情况 对方已经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 逃避债务了 剩了一个空壳 能转的都转了 这个时候你再把钱打进去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第三 丧失了商业信誉 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已经说了 说这个企业在这个同行业内 已经被大家列入到黑名单里了 只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都可能会产生不安抗辩权的行驶 这里要做特别提示 第一 当时人如果没有确切证据 证明对方存在这几种情形之一的 擅自就说了 随随便便找一个理由就终止旅行了 对不起那不叫不安抗辩权 行使不安抗辩权 它意味着对于在先旅行一方可以免责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 就随便胡乱的终止这个旅行的话 你就是违约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 对方如果提供适当担保的 应当恢复旅行 对方说你别担心 说我等你下锅就差你这点钱了 那我现在为了消除 这样的一种顾虑 我可以把我的某个房子抵押给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当恢复旅行 第三 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消除这种让人不安的状态的话 终止旅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这里的终止旅行 它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说我先不旅行了 我在旁边仔细看一看 再观察观察 看看你是不是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如果你继续恶化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然后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有同学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 就觉得他俩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同一维度上 说解除合同了 违约责任 是不是解除合同就没有责任呢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 后面我们还会讲 解除合同 这是消灭合同的一种情况 通过这样的合同的终止 我让我脱离掉合同中的义务的要求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错 你有错 不影响我继续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好 所以像这样的抗面权 是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核心高频考点 看一下二二年的这道题 说双务合同的履行抗面权包括哪些 这是最常规的考法 对吧 包括先履行抗面权叫再先一方不履行 再后一方可抗辩 同时履行抗面权指的是双方履行 义务没有先后顺序 你不履行 我就不履行 履行费用过高抗面权 没有这么个说法 不安抗面权指的是再先一方可以行使的抗辩权 所以答案选ABD 这是非常常规的一道考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道题 这道题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一种小按类的方式来考我们 它是抗辩权中的哪一种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假以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假付款后已交付货物 那就是假在先已在后 存在着履行义务的先后 那在先一方没有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这种抗辩叫什么 叫做先履行抗辩权 对吧 就是我们说有点拧巴的这个词 在先一方不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那答案选ABD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这个知识点 在之前我们的教材中 是出现在我们合同的后面的 但是考虑到情势变更 它更多的是出现在 合同旅行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教材中 把情势变更的知识点 在近两年调整到合同旅行向下了 那什么是情势变更呢 情势变更主要指的是 合同在旅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客观原因的变化 导致继续旅行合同 对当时已经明显不公平了 这个时候当时可以要求 适当的变更合同条款 或者直接解除掉合同 这就叫情势变更 所以情势变更 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要讲公平 好 第一 导致情势变更适用的 合同基础条件 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个时候可以适用情势变更 既包括不可抗力 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不可规则于当事人的 室友所造成的 比如说因为某些政府的行为 管制 那这个时候导致我这个合同已经履行不了了 比如说当我现在这个成租这个房屋 房屋的目的是要做民宿 但是呢 在过去这几年呢 旅游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对吧 一旦出现问题的旅游肯定是第一封的 那这个时候民宿他也没有没有业务了 这个时候我和你之间定立合同的基础 实际上就是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重大变化 它是因为不可抗力所造成的 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情势变更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主张对合同的条款 做适当的变化 比如说要减少租金或提前退出 所以说呢 能够导致情势变更的原因 概括起来就是定立合同时的前提发生了变化 而这种前提的变化 可能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其他不可规则于当事人的室友造成的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案例 姐姐当时把房子卖给弟弟了 在上海的一套房子 然后这个价格呢 假设是100万 但是呢 弟弟呢 只是给了30万 剩70万一直都没给 那过了10年以后呢 房子一直没过户啊 过了10年以后 弟弟说了 我给你70万 你把这个现在已经值2000万的房子 马上过户给我 姐姐说了 说你看 卖你100万 你只给我30万 欠我这70万 然后过了这10年间的房屋价格又发生了大幅度的上涨 你还要求有原先那个70万 是不是不公平了 是的 后来法院呢 就以情势变更原则呢 对合同旅行的价格做了调整 第二 构成情势变更的时候 当事人 富有重新协商的义务 就是说你不要说觉得出现情势变更了 我马上我就要求解除合同 你这个时候双方得商量 毕竟这是合同旅行过程中的一些客观原因的变化 第三 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时候 法院呢 应当将变更作为首选项 只有在难以维持的时候才要解除合同 也就是说 情势变更向下 当事人的权利有两个 要么请求变更 要么请求解除 变更可能涉及到合同的价款 旅行期限 解除呢 就是我们彻底的消灭合同法律关系 我们的原则就是变更为首 主要的目标是选择维持它的变更 保持这样的一个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后半段的知识点 叫做合同的保全 什么叫合同的保全 我们前面实际上在讲担保的时候 也讲过保全 对吧 比如说抵押物的保全 质物的保全 它通常针对的是抵押物和质物的价值而来的 而合同的保全 它实际上是对债权人来说的 我们说合同实际上是相对权 它具有相对性 债务人欠你的钱不还 那债务人在外面花天酒地 你也管不着 这一点是它和物权很大的区别 还记得吧 当我们讲物权的时候 我们说物权是绝对权 对事前排他权 也就意味着一切大人都富有 不得干涉我物权的义务 那么当我的物 这个被 它是非法获得的时候 我可以要求是对物进行返还 那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我 对这个物的利用 所以物权是这样一个特性 而债权呢 它是相对权对人权请求权 它只能请求合同中的相对人实施特定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句民间的俗话 叫欠债是大爷 对不对 我欠不欠你钱 欠了 但是我就不还 我凭本事借来的钱 我凭什么还你 我这边我天天抱一龙虾 到那边你找我要钱的时候 我就说没有钱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我们就规定了债的合同的保全 那么合同的保全 主要是这两种方式 代位权和撤销权 首先我们来看代位权 什么叫代位权呢 就是债不得实施了特定的行为 他影响到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债权人看见眼里 急在心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权利 可以代替债务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 来主张相关的权利 这就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我们看一下他的适用 当债务人待于行使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 或相关的重权利 进而危及到债权实现的时候 债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代替债务人的位置 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权利 好简单画个图 A欠B钱到期不还 B到A要 A说没有 可是这个时候 C也欠A钱 也到期了 A这个时候就想 我这个钱要它也没有什么价值 我要来了进账就被B划走了 这个时候我干脆我就不声不念 不提不想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待遇 当他待遇行使这样的权利的时候 最后就导致什么 他本应增加的财产没增加 那B应当获得的清偿 没有获得清偿 这个时候谁的利益受损在权人 怎么办 那我们就这个时候B可以直接找到C 以自己的名义找到C 要求C把欠A的钱还给自己 还多少 欠你多少还多少 对吧 C欠A100 A欠B80 那这个时候B到C只能要80 你不能多要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说 我要惩罚一下A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只能获得你的应得清偿部分 好 这是他的定义 所以对于定义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债务人待遇 待遇就是消极懈贷 他通过消极懈贷的方式 来有可能会使得债权人的债权 难以得到实现 而对于代遇权行使使得构成要件的 一共有这样几个 一要求债权合法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那就是A和B之间 对吧 要求债务人待遇行使 倒计债权或从权利影响到债权的实现 那就是2A对C 第三要求债务人的债权到期 债权人的债权也原理上应该到期 那就是1和2都到期了 第四要求债务人的债权 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说的是谁 说的是2 说的是A和C之间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什么叫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呢 我们前面刚说过 对吧 如果这个A对C的这样的一个圈的债务 它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务的话 是不能代位行使的 那主要包括这样几点 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包括第一抚养 第二抚养 这俩抚养有没有区别 有 这个抚养的是同位之间的 这个抚养的是大洋小 这个赛养的是小洋老 继承劳动报酬退休以后的退休金 给你发的养老金 这个特定人员死亡后发放的抚恤金 退无转业时的安置费 投了人寿保险的保险金 人身伤害赔偿金等 这些权利呢 它都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不能代位行使 我们看一下这些权利 它都是什么用途呢 它都和特定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 它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的 我们再一次强调 整个我们新中国的这样一种立法体系上 都特别强调以人为本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民法里面 以人为本就是我们认为财产的损失和人身的生存 相比到来讲 当然生存价值更优 所以这里这些钱都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须的 那这些钱就不能代位行使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前面画那个图的圈2 A欠B钱 C欠A钱 这是圈1 这是圈2 如果B要代位行使 对C的债权的话 那么要求圈2的这个债权不能是这些 如果是这些的话 B就不能代位行使了 一旦这样行使 这样会导致A的生存受到影响 比如说A欠B钱 然后A在马路上被其他人撞了 被C撞了 C是不是应该给他损害赔偿 那这种损害赔偿是不是一种人身伤害赔偿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A欠B的钱没还 C应该给A赔偿 A也没有积极药 这个时候B能不能找到C 代位求偿 不能 不能 你把这个钱拿走了 将来A的生存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身体受到的伤害就没有办法弥补 好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接下来一旦发生诉讼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诉讼里的主体是谁呢 主体无非就是原告被告 这是最核心的 谁是原告 那肯定是在权人B 对吧 这里的B 因为他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 告谁 告C 那C就是被告 对吧 次债务人 C就是被告 而C把钱还给B以后 有没有影响C和A之间的债务的金额 影响啊 我欠你的17080给B了 我给你只还20了 那这个时候第三人就是这里的A 再看看案件管辖 什么叫案件管辖 就是你要告的 到哪个法院去告的呢 一般来讲原告就被告 就是你原告要起诉被告 那要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 被告是谁 被告是次债务人C 那就到C住所地的法院来管辖 再看看费用 打官司 打官司要不要花钱呢 要 但是你赢了呢 花的就少 胜诉的时候 诉讼费用要由次债务人C来承担 为什么 谁是被告 我说原告赢了 被告说了 被告交诉讼费用 那其他费用呢 要由A来承担 因为毕竟这个事是因你而起的 好 这是我们关于代位权的这样的表述 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特别提示啊 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前 我们前面讲 原则上一和二那两个债权都要到期 但是现在呢 一债权的债权到期前 债务人的债权 或与债权有关的重权力 那存在的一种情况 就诉讼时效借满了 或者是该申报债权的没申报 这两种情况 汇动起来都会导致A的债权 有可能将来不能行使 那个时候B即使行使代位权 恐怕也行使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债权人可以代位向债务人的相对人 来提出一些主张 来避免诉讼时效借满 或者是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申报债权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 债务人A的这个债权 将来是能够可被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代位权行使的表述 符合规定的是A 债务人免除次债务人的债务 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 记住啊 我们讲的是一定是债务人 代于行使相关的权利 消极懈贷 而不包括积极主动 什么是积极主动呢 比如说这里的免除 后面我们还会讲正语等等啊 那如果你要是积极主动的行为 我们行使的就是撤销 换句话说的 我们这里的代位权 针对的是债务人的消极 借贷的行为 而我们后面要讲的撤销权 针对的是债务人的 积极主动的行为 而债务人无论是什么行为 他的目的都是要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所以我债权人才有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区分 那这里积极主动的实施了 损害债权利益的行为 你不叫代位应该叫撤销 B 代位权行使时 应当以谁的名义啊 自己的名义 所以原告是谁啊 原告是债权人 C 次债务人的债务上位到期 债务人是不可以行使代位权的 我们说要求1和2 两个债务都是要到期的 对吧 一指的是债务人在权人之间的债务 二指的是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债务 都要到期 因为期限也是一种法律上的利益 那我现在没到期 你让我还提前还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计划的破坏 也会带来额外的损失 所以说在这里面 次债务人的债务没到期的 你这不能行使代位权的 D 债权人胜诉的 必要费用由谁啊 必要费用是由债务人来负担的 诉从费用才是由次债务人负担 选项第一表出错误 所以这道题正决答案是C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保全方式叫撤销权 前面已经说过了 债务人消极懈贷 那叫代位权 我就代替他直接行使权利 现在债务人更过分了 积极主动的实施一些行为 损害债权利益 他们行为的目的主要是减少自己的财产 来危及了债权债权的实现 这个时候债权可以要求什么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你不是实施了一些炸害我财产的行为吗 我当法院要求你撤销掉 就当你这个行为没有发生过 那这种行为呢 他必须要以一定的诉讼程序进行 这一点要注意啊 要以诉讼程序进行 而且他有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 这样的表述 权数中只此一处 这个要注意 他皆有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 所以他是一种形成诉权 就必须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行使的形成权 他和可撤销迷失法律行为中的撤销权还不一样 我们前面第二张是不是讲了可撤销法律行为中的撤销权 那里的撤销权啊 针对的是可撤销迷失法律行为 第二张同学们快速回忆有几种 七大协迫重大误解显示公平 对吧 这样的几类 那撤销权行使的时候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有 重大误解是多长时间 七大协迫这个显示公平是多长时间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比如说协迫 协迫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其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要求 这那里的撤销权 它是一种形成权 而我们这里的撤销权 在合同保全中的撤销权 它兼有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 再说一遍 当我们讲请求权的时候 一般讲的是债 债据典型的例子就是合同 所以在合同中 我们一般讲的都是请求权 我请求你还给我吧 我请求你把这个房子 这个不要在我的朱期未满的时候 就把我撵走 对吧 这都是一种请求 而这里的形成权 则是单方做出 就可以导致有的法律关系 可以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一种权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一 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撤销权 这一点 它和前面的代位权是一样的 第二 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的有效债权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都是合法债权 第三 债务人实施了减少财产的处分行为 这个内容考试是B的爱考 也就是说 债务人到底实施了哪些行为 我债权人才可以要求把你撤销掉 第一 放弃债权 债务人说了 比如说A签B签 然后这个C签A签 A对C说了 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C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这么大方呢 A说了 因为你把钱还给我 我也要给B 没有必要 还不如就留给你了 好 C这个时候对A心怀感激 是吧 好 但是这种行为是不是损害B的利益了 这就叫做放弃债权 你放弃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 我就可以撤销掉你的放弃 让你的债权恢复有效 与放弃债权有关的 还有可能表现为放弃债权担保 A和C之间的债务可能有假提供担保 A对假说 这个担保我不要了 这笔债务从有担保债权变成无担保债权 那损害谁的利益了 B对吧 可以要求撤销 恶延长到期债权 A和C之间的债务到期 这才是A向B或A和C之间行使相关权利的前提 现在A跟C说 说我现在也懂点法 说直接放弃债权是可能被撤销掉的 这样吧 咱俩变通一下 说我们把这位债务的履行期限延长到500年以后 向天再接吴美年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恶延长债务履行期限 对吧 所以这个行为也可以把你撤销掉 第二 第二大类的行为是无偿转让财产 所谓的无偿转让财产就是赠予 A一看签币的钱到期要还不上了 赶快把自己的财产该送的都送了 换个人情 这个时候A把自己的财产赠送给C了 这就是一种无偿转让财产 怎么办 撤销 撤销以后财产再返还给A 第三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或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责他人财产 或者是为他人提供担保 影响债权债权的实现 这个时候要求相对人知情 也就是低卖高买受让人恶意 这种情况也可以撤 记住 低卖高买是一种情况 受让人恶意是一种情况 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什么叫低卖吗 我价值 A对C说了 我也懂点法 送你的东西不行 他容易被要回来 这样我卖给你 我价值100万的车 我30万卖给你 这就叫低卖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A对C说 你这个车值30万 我花100万买行不行 C说了 那有啥不行 对吧 我30万的车卖100万 我很开心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叫高买 低卖高买都会损害A的责任财产 会导致A对B的债权 经常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 要求C知情 就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该清醒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他要求C是恶意的 所以说如果C不知道 C对A说 你怎么了 我30万的车牛 花100万来买 这不是我印象中 那个精明的商场精英 A说了 你不用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或者说我着急有事 或者是我存在国外哪个银行的钱 突然那个银行崩盘了 挤兑了 我现在着急拿不出来钱 等等等等 反正各种理由呢 最后让C相信了 让C相信 A高价或买他的财产 或低价卖他的财产 是有正当的理由的 那这个时候排除C的恶意 好 所以说对于处分行为 这三种情况 包括第三种情况时的 这个二合一的两个要件 一定要记住 好 第四 詹姆仁的处分行为 有害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这是一个整体的构成要件 核心考点在这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撤销权行使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它的行使范围 以债权人的债权没限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代位权也一样 对吧 欠80 他这边有100 那你能测的 测的是80 与你的债权有金额有关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知识起 一年内来行使 这是一年 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知识起 五年 五年内没行使的 撤销权相变 两个时间区别在哪 看好了 其算点 一年指的是知道 或应当知道 可以撤销 五年指的是 从债务人的行为发生知识起 而且这五年 它是一个除世期间 还记不记得除世期间 除世期间 那就意味着 一旦这个五年的时间过了 你的权力就没有了 这是除世期间和诉讼时效之间的区别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行使撤销权 撤销权必须依诉讼来行使 那我们看它的主体 原告是谁 债权人 和我们的代位权一样 被告是谁 看好了不一样了 被告是债务人 我们的前面讲的代位权 被告是次债务人 对吧 我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 找到第三人 那个次债务人欠债还钱 而在撤销权里 我撤的是债务人的行为 所以被告是债务人 那第三人可能就是受益人 或者是受让人 这个指导就行 管家被告法院 被告这里是谁 债务人 所以被告法院就变成了 债务人住所地的法院 这是它和代位权的区别 费用 行使它的必要费用 由债务人负担 这简单了 对吧 不像我们的代位权 还一分为二 分为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 好 接下来 看这样一道题 下列关于扯动保权中 撤销权的表述 正确就 A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转让财产的 债权人可以行使 撤销权 记住 1 可以 但是同时还要加上2 就是受让人恶意 知情 所以这里没有讲的 二这种情况 它并不一定可以行使撤销权 B 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 直接找到债务人 没问题 被告是债务人 法院是债务人所在地法院 C 撤销权 自行为 债务人行为发生之时 几十几年 五年 不行使就消灭 第四 诉说 诉讼由被告住所地 也就是债务人住所地的 法院关系 这一点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是B、C、D